嗨,我是宝可梦 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 今天要来跟大家聊聊 Cube卡在2023年5月份 6月份的最新权益 赶快来看看吧 从最低 Agoda有4%回馈 到最高 小七全家有10%回馈 到底要怎么拿呢 今天都帮你整理好了 先来复习一下四大权益的部分 这个国泰素的Cube卡 上半年的权益基本上差不多 四五六七八 它有更新了 Agoda 海外消费 中油跟台塑 然后还有售票平台 跟健身健康的部分 最高有8%的回馈 除此之外的话 1到4月份的权益都差不多 来看一下这个四大权益的部分 不论是这个玩数位 你可以在Facebook 或者是网购平台 刷卡有3%点数回馈无上限 或是去旅行 指定海外消费跟国外餐饮 甚至是度假村 饭店的消费 也都可以刷这张卡片 那乐享购的部分 国内的百货 或者是外送餐饮平台 国内药装品牌服饰 其实都有 最后基金选的部分 就是大家最常用的 像加油交通 然后还有超市超商 然后还有指定餐饮 跟外送平台 然后还有停车 跟指定钱包的部分 这边都是有的 来讲第一招 这个Agoda 4%的部分 来看一下 这个4%是分为 去旅行的3%无上限 再加上领券加码的1% 所以请你先上 国泰CubeAPP来领券加码 领了之后再来用 才拿到回馈 活动期间 就是到6月30号为止 提醒你 需要到Agoda跟Cube卡的 专属网页来订房 才能够拿到这个回馈 预定期间 是要在12月31号以前预定完毕 至少要在2024年的 第一季结束之前 来入住才可以 你可以拿到的是 4%的小数点 无上限 下一招是海外消费5% 5-6月份也有做加码了 那他加码的通路有三个 就是日本韩国跟泰国 那新加坡就拿掉了 他这一次有个缺点 就是说他的海外加码2%的部分 由600点的坎半 直接变成300点 回推你5月1号到6月30号 只能够刷15,000 最高就可以赚到750点的小数点 那超过的部分 就只剩下3%的回馈无上限 额外加码的部分呢 是在2023年的9月份 才会回馈到账上 第三招 中油直营6% 大家最喜欢的加油呢 还是有延续啦 5月1号到6月30号 那你这个6%呢 分为3%的基金选方案 无上限 再加上3%的活动加码 但是呢 他活动只给300点 所以你回推大概是 刷1万块钱左右 然后可以拿到600点小数点 那其心理哦 是中油直营 所以你要看中油网站公告 或者是加油站外面的灯箱 有著名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才可以 那你也可以使用自助加油 然后再搭配刷自端卡片 或是Apple Pay Google Pay 这个感应支付的部分 第四妙招呢 是台速加油 那他的6%怎么拿呢 就是0.3%无上限 再加上5.7%的领券加码 300点除以5.7% 算起来就是5263元 所以你可以在这两个月份 刷到5263元 那你就可以赚316点的小数点 线台亚 福茂 西优 素麦乐加油中心 外岛不适用 还有不要适合动态精灵的加油站 才符合资格 第五妙招 售票平台7% 在第一季其实也有售票平台的优惠 0.3%的一般消费 点数回馈无上限 再加上领券加码的6.7% 不过他的额外加码上限一样只剩300点 所以你可以刷4477元 然后赚313点的小数点 像Tixcraft 拓远售票系统 宽宏售票系统 UDN售票系统 年代售票 跟KKTix 都是符合资格的 不过很可惜 他这个两厅院售票没有加进去 不知道为什么 希望以后有机会可以加入 妙招6 健康节能8% 在这两个月份 这四个通路合计 只能够拿到300加码 那300除以7.7% 你就可以刷3896元 然后最高可以拿到312点的小数点 这四大通路呢 你可以看一下我们这边的画面 都把你整理好了 有几个通路是比较特别的 比如说迪卡农 摩曼顿跟上智 这些它是有在乐想购的通路里面 这是服饰店 所以你可以转换到乐想购之后呢 你就可以拿到3%再加上7.7% 也就是10.7%的点数回馈 在使用这些通路的时候 还是可以搭配四大权益通路 然后就可以拿到比较多的回馈 妙招7 iCache自动加值10% 请你在申请的时候 一定要申请CubeiCache卡 跟CubecomboiCache卡 这两张卡片才有附加iCache功能 从1月1号开始到6月30号 每个月都可以让你 拿到10%回馈200 OpenPort的点数 所以回推就是刷个2000块钱 最简单的做法呢 就是你也可以在小7里面做消费 或者是在小7里面做缴费 也是有10%回馈的 众所税拆单拆个大概2000块钱 用国泰说法Cube卡来做缴税 一样也有10%回馈哦 妙招8 iCachePay 10% 这iCache10%呢 在小7所做的这个消费回馈 居然有0.3% 所以这个算是一般消费 那你还可以拿到的是 活动值定加码的 10%的OpenPort点数 可以刷个2000块钱 可以拿到6点的小数点 再加上200点的OpenPort点数 那也请你要登录哦 1月1号到6月30号 只要登录一次 你就不用再登录了 越早登录 越早开始使用 云端开心卡的除值 跟星巴克除值呢 都是符合资格的 所以你不知道买什么 也可以拿来出值 妙招9 小7 10% 4月1号到6月30号 每一个月呢 都要做一次登录 每个月要重新登录 最高10%呢 有基金选的3% 回馈无上限 再加上月月登录加码活动的7% OpenPort点数 那每个月可以拿到200点 所以回推呢 你一个月刷2857元 可以拿到86点的小数点 再加上200点的OpenPort点数 单笔消费呢 一定要买200元 所以你不能够就是买个50块 这样就没有回馈了 那也贴心你哦 下一波的登录活动是6月2号 下午4点 请你在手机里面设定闹钟 时间到赶快登录 通常在5分钟以内 就会被抢登完毕 本活动呢 消费金额 计算一般消费 跟云端开心卡 跟星巴克除值 都算进去 第10招呢 是全家也有10%回馈 那一样也是缩水的 4月1号到6月30号 但是呢 它加码的100点呢 只能够让你刷个1429元 最高可以拿到143点的小数点 单笔消费要满200元 才能够拿得到回馈 下一波的登录时间 是6月2号的下午4点 名额就是只有限量1万名 通常在5分钟以内 就会秒杀 登录请先登这一档 你可以在全家呢 刷Cube卡 或者是绑定Fame Me Pay 来做消费 就符合资格的 不能够缴费 那也不能够在 全赢家配里面 来绑定使用 这样是不符合资格的哦 宝可梦推荐的懒人卡组 来推进现金回馈卡组哦 这张卡片呢 你也可以把它当作是 现金回馈来使用 只要你刷卡之后呢 累积的小数点呢 可以在三年之内 折抵完毕 你可以打开CubeAPP 有刷卡消费呢 就可以直接在APP里面 做折抵 其实也是非常方便的 但是每一次 只能够折抵30% 所以你自己 就要稍微去抓一下 第二张呢 是联邦集合卡 联邦集合卡呢 除了在日本有3.5%以外呢 在国内刷卡消费 有2%的现金回馈无上限 非常的好用 推荐你呢 这两张卡片一起搭配呢 你的回馈是拿最多的 四大指定通路 有3%回馈无上限 那小数点入账之后呢 可以1比1折抵账单 有效期限为三年 现在跟团上车 可以拿到100点 Bugman即积分 救护的话有35积分 联邦集合卡呢 国内2% 日本3.5% 那搭配这个APPLEPAY 最高有到5%回馈 如果你是联邦新户 再加开NewNewBank 数位账户 再加码3%现金回馈 那现在新户跟团呢 我们再送你100积分 如果是救护 也有35积分 有兴趣的话呢 我们这边都有准备好QR Code了 就可以直接扫QR Code上车了 再来呢 是行动支付的神卡组 这个行动支付的部分呢 我还是推荐这张卡片 因为它绑定在Google Pay Apple Pay跟Sansom Pay上面呢 等同是刷卡 所以呢 也可以拿来做感应支付 非常的好用 那另外一张要推荐的是 赵峰BT21卡 赵峰BT21卡 现在呢 刚好有一个现实的新户礼 如果你是新户申请 刷888 就可以登陆 再拿到一个旅行箱 非常的可爱 除此之外呢 这张卡片有 新户最高10%的现金回馈 那你要再开一个 MegaLine数位账户 有开的话呢 加起来就可以拿到最高的回馈 现在本团呢 也有做MGM 你只要新户上车 再加码200积分 优优班加码300 基础班加码400 赵峰BT21卡呢 也可以把它当作 是行动支付好用的卡片 赵峰BT21卡呢 绑定在Apple Pay Google Pay 台湾Pay LinePay 接口支付 也都可以有最高10%的现金回馈 有兴趣的话呢 这边有CubeCon 可以直接扫码来申请了 如果你喜欢飞出国的话呢 推荐你使用这两张卡片 国大数华Cube卡呢 它所累积的小数点 也可以兑换航空公司的里程 再换成机票飞出国 非常的不错 那你也可以搭配世界卡 可以拿到比较优的三大航司兑换比例 那如果Cube卡没有三八回馈的通路怎么办 当然就是搭配汇丰旅人卡 不论是保费 还是其他的消费呢 用这张卡片 一样可以拿到国内最高18元一礼 海外10元一礼 这样子统整起来 你的每一笔消费 通通都是里程 那你也可以把它换机票 飞出国也很不错 来看一下这边 国大数华Cube卡呢 可以在国泰优惠APP 来兑换各大航空公司的里程 那甚至连饭店的点数 也可以兑换 推荐你兑换的是 长荣华航跟国泰航空 世界卡的话你的兑换比例会更好 另外HSBC旅人无线卡 它是需要缴交年费的 它的年费8000元不可以减免 但是一年送你4趟的机场接送 还有8次的机场贵宾室 甚至你现在新户跟团 我们再送你200积分 如果是幼儿班送400 基础班送500 旧户跟团加码的话 一样也有35积分 有兴趣的话 这边有QR Code 可以直接扫码申请了 再来要推荐的 就是吃货必办的两个卡组 第一个是国泰世华世界卡 再加上QB卡 国泰世华世界卡 它厉害的地方 就是它有一些指定餐厅 有两人五折的优惠 比如说军月的采日本料理 云景中餐厅 保爱奇餐厅 这个都是很不错的 甚至我自己很常去的 远东咖啡 Ibuki 这个也都有 甚至万豪的某些餐厅 也是有的 所以这张卡片 我也觉得非常的值得入手 搭配QB卡 刷卡 累积的消费额 可以来折抵 这张世界卡的年费 这也是我个人认为很不错的 那这张呢是美国运汤的千丈白金卡 它更是一张经典的吃饭神卡 不论是在军月 老爷 精华 都有两人五折的餐厅可以用 我个人觉得非常非常的实用 那甚至还有很多的饭店 都是平日假日 都有3300一个晚上的住房优惠 提早预定就可以定得到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 大家可以好好把握的 好用的神卡 国泰世华世界卡的申请门槛 有点高 年收200万 或者是成为他们的贵笔理财户 放300万 才有机会申办的下来 那如果你国泰世华的信用卡刷的多 也是有可能被邀请申办 像我就是这个样子 那拿了之后呢 一年刷80万就免年费了 所以你可以自己衡量一下 是否值得 美国运动千丈白金卡呢 你只要年收200万 就可以申请的下来了 它的年费36800不可减免 不过呢 本团 跟团上车有加码2000积分 你可以换2000块礼券 不无小补 或者是选择500元现金 帮你做一点补贴 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扫这边的QR Code 就可以上车了 再来要分享的是 国泰世华的新救护上车攻略 国泰世华新护现在上车呢 最高可以拿到700点的小数点 怎么拿呢 很简单 新护手刷里呢 在6月30号以前呢 赶快申请 合卡的前6个月内 没有国泰世华信用卡 你就是新护 那么你只要 一般消费 或者是基金选的指定消费 3比888元以上 那你再申请电子账单 就可以拿到500点的小数点 现在跟团有什么好康呢 扫我们右下方的QR Code 就是跟团了 活动期间是6月30号以前呢 只要跟团呢 再多200点的小数点 合卡30日内呢 刷一般消费 或者是基金选指定消费 1比888元以上 并且登陆CubeAPP一次 你就可以拿得到这个回馈了 最快呢 在2023年的8月份 就会回馈到你的账上 当你拿到200点小数点 就可以来回报领奖 那如果你是旧户呢 很简单 旧户你只要没有Cube卡 现在跟团加办呢 你还可以拿到50点的小数点 要解的任务很简单 合卡30日内呢 刷一般消费 或者是基金选指定通路 1比888以上 并且登陆CubeAPP一次 一样可以拿到50点的小数点 会在8月份的时候 回馈到你的账上 记得再来截图回报领奖 完成任务之后呢 别忘了扫QR Code 来回报领奖哦 结论 这个Cube卡呢 它在5-6月份呢 其实已经大大的缩水 虽然说3%的小数点 回馈上限依然很厉害 但是呢 这些额外加码的 4% 5% 6% 7% 8% 那甚至10%的部分 其实很多呢 都已经把回馈上限都降低了 非常的可惜 可是没有办法 因为越来越多人 持有Cube卡之后 他们支出的成本实在太高了 所以只会慢慢的缩水 有花堪折直虚折 莫待无花空折之 这个Cube卡一开始活动很好 回馈很多的时候呢 就要赶快来办了 那你现在要办的话呢 它可能就是慢慢一个走下坡的过程 除非它有钱再来做加码 不然的话呢 其实就是回馈越来越差了 要请大家呢 把握最后的上车机会 因为下半年可能连推荐活动都没了 那你到时候你要A好康 就什么屁都没有咯 如果你身边也有亲友呢 对Cube卡有兴趣 也非常欢迎你把这一支影片分享给他们 让他们一起来学习 用信用卡省钱赚回馈的小秘方 我是宝可梦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